Hello,远看这辆车啊,真的很像瑞福的一款 也是V90锦盘打造的 那实际上这是另外的一款 咱们现在一起看一下 这辆车长是5米94 车宽的话是2米11 那车顶上面啊,可以看到是在额头上面 是夹了一块,装了一个天窗 然后车顶是配了行李架的 中门进门啊,是有一个会客区域 那也是配了微停同款的这种座椅啊 整个驾驶室是一个三座的设计啊 驾驶室顶上的这个天窗 视觉效果还是用震撼可以形容啊 内部配了隐私链 比如说怎么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打上来 然后整个上面啊,也是一览无余 驾驶室这辆车搭载的是2.07的柴油发动机 功率110千瓦 峰值扭矩375牛米 匹配的是法国邦七6AT自动挡的变速箱 那加速也是非常平滑的 也是带了竞速巡航 在进门左手边是橱柜区域 那台面上面洗手盆冷热水都有 热水是10升的溅热水器来提供 800瓦的键磁炉 往后是冰箱和微波炉 上方还有一个大的置物空间 整个车尾就是横床区域的上方 U型的吊柜 床的尺寸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两侧都是做了一个外拓的处理 床长可以达到1米98 像咱们如果没有外拓的话只能达到1米8 然后床的宽度是1米3 中间的床板是可以进行翻折的 翻折之后咱们一些大件行李都可以放置在下方 床垫也都已经配好 所以很多细节性的东西都是已经配置齐全的 咱们可以做到拧包入住 卫生间内部布定的马桶 洗手盆淋浴喷头 然后毛巾架紧直的双向换气扇 以及镜面都是已经配备好的 这辆车装配120升的清水箱 50升的灰水箱 4.8度的零森体锂电池 3000瓦的充逆变异体积 基本上水电也还比较够用 像咱们一家三口 利用这辆车去做一些户外旅行 基本上也是毫无压力 车顶行李架既可以作为一个观景平台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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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